你的人生規劃中有沒有要參選立法委員 有機會的話我一定會挑戰 我準備好我一定會挑戰 即便11月底打完選戰 順利連任嵩山新一區議員 國民黨的徐曉星受訪時坦言有意再戰 明年立委選舉 只要有這樣子的一個初選的機會 那我一定會參加 那你會遇到費洪泰委員 我會遇到費洪泰委員 就是黨內公平競爭就對了 對啊我覺得那不是我跟他的挑戰 是我對我自己的挑戰 說是要看看選民 又不願意給自己更上層樓的機會 定調參選決定 絕對不是衝著該選區 現任立委費洪泰而來 可是如果想拿到參選立委的門票 黨內初選 徐曉星勢必得先過費洪泰這一關 徐曉星議員還沒有上任 現在黨內又面臨著王鴻輝的補選 是為黨再打拼 多想想黨 強調眼前立委補選大局為重 已經在吸引南松山五連霸的費洪泰 對於自己是否有意再選 沒有正面回應 倒是在年底選戰 拿下北市松山新議區 兩萬七千兩百零五票 最高票的徐曉星挑戰自家人 還喊出黨內世代交替 就我的瞭解喔 今年就是各個選區裡面都有很多的 年輕的議員 那都有可能出來投入 這個2024的選戰 那可能很多人還沒有表態 但是我相信喔 尤其是在年後之後 陸陸續續大家就會看到了 那因為他喊說 世代交替 會不會覺得他對年齡有意見 為黨多做一點事 什麼都比較好 好不好 一位是空戰天后 另一位是資深老將 九合一選戰才剛結束 2024立委選戰 已經提前開打 環節新聞另外與李奇一提一台報道 綁著沖天泡髮型的小孩 看起來是還在學走路的年紀 他繞著一名黑衣男子走來走去 小丑在空中不斷揮舞 忙著跟其他的大人串門子 步伐沒走穩一個亮槍 跌坐在地上 這個時候 一輛摩托車放慢速度騎了過去 原來他們嬉戚的地方 是在馬路上面 這裡是雲林斗六 幾個大人擺了塑膠椅 坐在住家門口 泡茶聊天 但是這名幼兒 卻把大馬路 當成了學習走路的地方 搖搖晃晃走來走去步履滿山 一輛黑色轎車經過 駕駛趕快踩下煞車 原來他及時看到 這名幼兒突然跌坐在馬路上 差點撞到 但是在旁邊看顧的大人 很淡定的把他牽了起來 好像美式一樣 然後放任他在馬路上繼續散步 另外一名摩托車騎士路過 看到小孩都快走到 馬路中間的雙黃線了 只好逆向 繞了過去 現場是顯像還生 募集的民眾覺得相當的傻眼 警方提醒 行人在馬路上任意奔跑 妨害交通的話 將會被罰款 如果是小孩子違規 還會開罰家長 大人沒有危機感 把幼兒置身在危險的環境當中 還好沒有發生意外 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 華視新聞 林建峰 紅年輝 吳建宏 雲林報